有個暖暖包內含100毫升的水 另外一個塑膠袋內裝40克的濾化蓋 使用時用力敲打暖暖包 讓塑膠袋破裂 讓水跟濾化蓋混合 以致濾化蓋的溶解熱 跟水的比熱如下 假設濾化蓋的比熱甚小可以忽略 而濾化蓋溶解所釋放出來的熱量 完全由這100毫升的水所吸收 若在阿里山上取出一個5度C的暖暖包打開使用 室溫蓋暖暖包的溫度最高可升到幾度C 本題用到了國中同學學過的 H等於MSΔT這個公式來做計算 我們可以看到這應該是M就是質量 那100毫升的水 那我們假設水的密度是1 所以它的重量就質量就100克 再乘上這個比熱把克消掉 就變成焦耳 那再乘上它的溫度變化 那就等於左邊 那左邊是誰釋放出來呢 是濾化蓋 濾化蓋溶解放熱 每一末放出這麼多千焦耳 所以我們可以從重量除上它的適量 就可以得到它的末數 那這是每末放熱 這是末數 乘起來就是放出來的總能量 單位叫做千焦 再乘上1000就變成焦耳 那這樣左右的單位都是焦耳 在那一致去做計算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ΔT 就大概是71度 那原本5度 那變化71度 所以總共最終變成76度 因此本題的答案就是C選項